我每晚都發惡夢 是惡夢 他被打 他叫救命 他叫爸爸救我 不止一次 連續幾晚 我受不了 我要準備裝備 我要出去找兒子 我要跟他同行 接著那天的早上 我就收到他被捕的消息 我是陳昇 這場運動中 我是其中一個被捕者的爸爸 他今年十九歲 在七月尾一個早上 早上睡醒 我突然收到一個電話 警察打來的 就是說你兒子被捕了 第一個反應就是彈起來 他本身不知道做什麼 穿衣出門口 去哪裡 不知道 他見仔 擔心他受傷 被打 擔心他受到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我收回他的裝備 這些是他留在家裡的 很齊全 當日其實他在上環 和一班人去做一個義務急救 剛剛好下車之後 他上好所有的裝備 走到上環一些 一些位置的時候 就被一班防暴衝過來 按下他們 幸好我兒子都厲害 都很合作 他說沒有被直接說打 這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他被捕的時候 用一個叫非法集結 究竟這條罪可以是怎樣 每一個父母都擔心 第一次去探望他 見到他真人的時候 第一句跟我說 爸爸 我有個要求 可不可以幫我 支持多點我們的前線 他們需要多點支援 他跟他的手足說 記住 我們要不被捕 不流血 不受傷 當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想法 停留了幾個月前 可能他真的不知道這幾個月 我們有多少人受傷 我們有多少年之間被捕 很痛 同一時間 其實見到他在裡面很安定 很安全 當然了 作為爸爸來說 很安慰 但是同樣地 我又會覺得 我們少了手足 少了前線 少了急救員 去支持這場運動 我就跟他說 我會做 我會做你 自從我小朋友被捕之後 我答應了他走得近前 我每一次遊行 都會去想很多事情 我都是會想想兒子 在心裡會告訴他 與他同行 有小部分的人說 又是沒有用的了 你還去 那我反問 這樣做什麼有用 我覺得政府 其實不停在做很多事情 去逼我們香港人 和政府更加勇武 是政府在逼我們去做這件事 不是我們想去做這件事 在理工的事件 我出去三天 都會看看那些年輕人 有什麼需要 遞支水給他們 這個作為一個 七十後的爸爸 我覺得 我還有能力做的 我載著兩個年輕人回家 前面有警察 他說他們要下車 我問為什麼要下車 他不想連累我 不想拖累我 坊間很多都標籤了 一群年輕人很勇武 很暴力 我承認 我承認是我們父母教得不好 為什麼呢 我們父母沒有教識我們的小朋友 遇到問題逃避 我想你們 如果你們未去過前線 未入過他們看 你們不會了解到 每一個年輕人走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不是廢青 他們都是為香港 當然啦 作為爸爸 我絕對反對任何的暴力 絕對反對 但我更加反對 我們的暴政 我們的濫暴 作為爸爸 我期望他被捕 可能很扭曲了 因為 我承認因為這場運動 我和小朋友關係改善了 因為 他是一個單親家庭長大 對啦 這樣令到他很硬正 大家都不會承認 他關心他疼對方 這幾個月 他在懲教所 都寄過幾封信給我的 又是跟我說要買什麼書 幫我找哥哥媽媽 都沒有想看到的東西 想念我 都沒有寫 都不會有什麼 心情對話 這個就是我兒子 男人可能就是這樣 我本身是做迷你花牌的創作的 過去一直這幾年都大部分的生意 都圍繞著一些鄉新 政府部門 甚至乎警察 在這場運動開始之後 我現在會很高姿態站出來 支持我們的年輕人 不做警察的訂單 我就很清晰答應了我自己的兒子 跟我們的年輕人 永不割蓆 有時候都幾無助 這些政府會不會幫到我們 他什麼時候放過我們的年輕人 什麼時候被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一家團聚 在這場運動開始 寫著一家多綠色 我們要去天地 我們去天地 我們到家裡